好 特律坊是关于统计行 即是说 将日常识的数字 我们进行一些统计分析 其中我们会用三样东西的 mean,median和mode mean即是平均值 即是说将所有data加进去 除那些number的总数 median 这个我们叫中位数 即是将这些 number 由小至大或者由大至小 排了它 接着用中间那个 记住median 即是middle那个data mode 即是说出现次数最多那个data most frequent data 同学有时会 搞乱有时median 就是未将这些 number的排次序 这样就找中间的 其他这些你只要记得的意思 都挺容易找到的答案 我看看课堂要做这一题 比如第二题 Fanny买了五支笔 总共这些是它的价钱 找一个mean price 平均值 这五支笔的平均值 应该是很直接的 同学都未必会很有问题的 那你只需要告诉你 就是将它们加完它 除了五 按键数机 不要留单位 9.6 b Fanny就是买多支笔 3元一支 如果加多支笔3元 问你新的mean price 那我们就将旧有笔的总数 48元 加上3元 除了6 总共6支笔 这个就是新的mean 8.5 这个就低了一点 因为挺容易理解的 因为你新买的笔3元 和刚才那些笔 平均是9.6支 你加多3元 就会拉低了平均值的mean 4超装 5 5 6 7 7 0